少年去图书馆看书 结果再没回家 几天后 警方发现尸体 腹部有两处刀伤 附近没有目击者 由于犯罪线索和动机 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初步推断受差别犯罪 案件进行了公开调查 家属被记者搅得不得安宁 说是同情 但丝毫不考虑家属的感受 直到十年后 警方都没找到凶手 奶奶受不了打击 瘫痪在床 既要照顾奶奶 又要照顾全家的孩子妈 参加了读书会 来培解现实生活的压力 某天 孩子爸又梦到孩子 他们全家都恨着 不知身在何处 兴盛名水的凶手 十年时间过去 仍没有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痕 时常幻想孩子还活着的场景 爸爸田叔经营着一家快捷失误所 女儿美香已经结婚 嫁给了儿子的好友 田叔不看好美香的婚姻 原因是美香失去哥哥 好友同情美香 这才和美香结婚 田叔一直无法原谅这件事 好像是儿子的不幸 转变成女儿美香的性命 这天田叔接到警方的电话 抓住杀死儿子的凶手了 凶手之前叫安藤 现在改名叫林木 三十岁 在市区坐车窗户 几天前刺伤一个年轻人 当场被发现 警方这才将人逮捕 调查林木的过去时 发现了田儿子的案件 但林木却事故否认 没听过田儿子的名字 也没有见过田儿子 警方确定凶手就是林木 目前正在收集证据 当时他们在田儿子支架里 发现了凶手的皮屑 推测两人发生争斗 田儿子挠破了对方的手臂 检测了皮屑 和林木的DNA完全吻合 至于杀人理由 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搞清 夫妻俩离开警局时 一大群记者奉拥而上 非得让田叔谈谈想法 丝毫不顾及人家的感受 这一天夫妻俩等了十年 田神总觉得不太真实 本以为抓住凶手 就能治愈这些年的痛苦 可得知凶手被抓后 他的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田叔让他忍耐一下 案件很快就会真相大败 唯独让田叔不爽的是 美乡没有去警局 原因是丈夫的上司 当天要去美乡家吃饭 丈夫是工薪结层 没办法拒绝上司 美乡也没把这件事告诉丈夫 不想让丈夫为没必要的事分析 要是他们回去 能让哥哥活过来 那他们毫不犹豫 但事实并非如此 显然活着的人比较重要 听着他的话语 田叔愤怒不已 后悔让他嫁给儿子的好友 自从林木被抓上了新闻后 不断有人打电话给田家 田叔深知他们并非真的担心 而是因为夫妻俩上了电视 林木打死或承认杀害田儿子 不过承认敲诈 勒索了对方 当时田儿子大概有3000日元 回购名表 名表价值2万日元 田叔非常好奇 家里没人给儿子买过手表 儿子怎么会有那么贵重的东西 至于田儿子指甲里的皮屑 林木的解释是 恐吓田儿子时发生肢体冲突 大概是那时留下的 田儿子的伤确认是电工刀所致 林木当时是配电工 就算一直否认下去 也否认不了杀人的事实 已经调查过 林木之前跟田儿子不认识 据林木所说 在书店看到田儿子偷东西 然后跟踪他 威胁他交出身上的钱 田叔不信儿子会偷东西 警方也不愿相信 但他们在田儿子的遗物中 发现了一本围棋书 跟林木的供词吻合 这让警方不得不信 田叔也不想信 但儿子身上的昂贵手表 让他比较在意 田婶安慰 或许是林木胡说八道 有了妻子的安慰 田叔内心舒服一点 隔天事情就上了报纸 任谁看到 都会下意识将田儿子当成小偷 田叔去找报社理论 报社开始扣字眼 直写了田儿子偷窃 是林木供书的内容 并没有写田儿子真的行窃 劝田叔不要过于神经敏感 开庭后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报社会根据林木的供书 直接组成报道 可田儿子于此根本无法开口 如果林木胡乱攀咬 报社也要那样报道吗 当然会 毕竟报社无法阻止开庭 庭上说什么 他们就报道什么 顺便劝田叔一句 别总是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偷窃知识说不定是真的 谁年轻时没干过一两件坏事 此话一出 可把田叔气坏了 儿子已死 还要受这样的污蔑 他要告报社损害儿子的名誉 报社请他好好想想 他真的在乎田儿子的名誉吗 这样做 明显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 他不寒而栗 本想大声反驳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得信心离开 回家望着儿子的照片发带 他实在想不通 难道受害者家属就没有名誉可言吗 一波未凭 一波幼气 得了老年痴呆的田母不见了 田叔和田婶姐帮出去寻找 最后在河边找到 田母出来干嘛呢 找田儿子 田儿子出去买东西未归 田母为何会这样说 因为田儿子求过他 说有想要的东西 至于想要什么 他不能说 这是他和田儿子的秘密 田婶猛然想起手表 姐帮问是不是要手表 田母好奇田婶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田母有没有给钱 那可是他唯一的孙子 当然得给 田叔瞬间愣在外地 如果手表是真的 那么林母说的偷东西 会不会也是真的 田婶无走位 就算偷东西 也是他们的儿子 这点永远不会改变 他们必须要守护儿子到最后 毕竟能保护儿子的 就只有他们做父母的了 隔天 警方再次拜访田叔 林母供述了田儿子的偷窃过程 行切地点在书店后方的角落里 那一片摆了很多围棋之类的书 田儿子在里面抽了一本拿走 警方已经核查过 认为林母说的是真的 还有林母这次犯下的商人事件 出现了新的目击者 是被林母恐吓的中学生 原来林母用刀威胁中学生 被一名年轻人看到 年轻人上前阻止 拉扯中 刀部刺到了年轻人 中学生已经作证 年轻人也恢复了意识 承认这就是事实 就目前情况来看 林母的供词是可信的 因此关于田儿子的案件 林母否认罪行是有理由的 不管有没有理由 林母也是杀人凶手 而且还是两次 这点警方不否认 调查过林母 自从田儿子事件发生后 林母便洗心革面 不再和胡亨国有联系 在岳父家的工厂里 努力工作 想必不承认罪行 是怕影响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田叔虽然觉得荒谬 但还是忍不住去工厂看了一眼 因为林母的所作所为 工厂的客户拒绝了所有的订单 岳父不得已关闭工厂 田叔这才明白 受害者并不只有他 凶手的家人 也是事件的牺牲者 这时 报社的记者来找田叔 为之前的言行举止道歉 他后来调查了林母 总的来说 算是个好人 警方司令对其的评价也很高 其实任何事件 都有表象和内力 挖掘出容易被人忽视的真相 就是记者的职责 田叔致志一笔 他认为杀死儿子的人 必须是穷凶极恶 人面受薪的畜生 否则他一直憎恨凶手的这事件 会变得无比空虚 林母那边终于照顾 田儿子和另一个男孩 在书店偷东西 林母看到这一幕 于是便跟了上去 当时他伤伤有电弓刀 打算用刀威胁两人 刚走到暗处喊了一声 两人就一流烟的跑了 为何会杀了田儿子呢 因为两人是分头逃跑 田儿子跑得比较慢 他就去追田儿子了 追上后用偷东西威胁 田儿子没有反抗 交出身上的现金和手表 临走时 田儿子放狠话威胁 称自己父亲是个流氓 一定会找他报仇 他掏出刀捅向田儿子 惊慌失作之下 田儿子抱住他的脖子 然后他又捅了一刀 这就是案件的真相 如果案发时 另一个男孩站出来的话 警方或许就能早点戴布林母 田叔脑海里闪过好友的身影 猜测那个男孩就是好友 因为田儿子偷东西上报纸那天早上 美香联系过二老 询问田儿子偷东西的事 田叔记得 报道刊登在猪报纸上 东京看不到 那美香是如何得责的呢 只有一种可能 好友告诉美香的 中学时 好友是田径队的 因此跑得非常快 得知猪报上刊登通写之事 好友十分担心 于是拜托美香打电话 试探田叔田婶 田叔清楚的记得 十年前 田儿子刚出事 好友就联系美香 想必是为了打探消息 十年来 他一直在欺骗美香 田婶觉得不可能 好友不是那样的人 是不是 就回来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隔天 美香夫妇到来 田叔开门见山 知道好友见死不救 是不想因偷东西被抓 这点田叔理解 不管他跟美香的关系 可以就此结束了 因为在田叔心里 好友根本不爱美香 只是利用而已 好友情况辩解 自知无言面对田儿子 但绝不会离开美香 田叔气不打一处来 起身要将人赶出去 美香上前阻拦 田叔说出真相 十年前 好友跟田儿子在一起 明知道凶手是谁 却不告诉警察 还和美香在一起 这一切都是在利用美香 美香替好友解释 逃跑时没有回头 没看见犯人的脸 田叔这才知道 美香什么都知道 美香也不隐瞒 十年前 好友将他叫出去 把一切都告诉他 好友当时很痛苦 也很纠结 不知该不该报警 是他做这个好友 田叔不可置信 死的可是他亲格 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其实他很讨厌田儿子 脾气暴躁 喜欢刁难人 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国王 仗着继承人的身份 故意表现出乖模样 骗奶奶的零花钱 爸妈也是一样 因为田儿子是继承人 就过分的骗他 那天好友之所以在场 是被田儿子逼着去偷东西 换句话说 把田儿子变成那样的 就是田叔 一切都是田叔的错 田婶上前给了他一巴掌 田叔想要守护这个家 和他想包庇好友的心 是一样的 他怎么能这样说田叔 他不服转身离开了家 这时田某拿出一个东西 是田儿子让田某宝买的 给田叔的生日礼物 田叔打开一看 竟然是田儿子偷的那本围棋书 田叔在田儿子出事前 曾说过想下围棋 看来田儿子为了给田叔生日礼物 这才去说点偷窃 发生不可挽回的悲剧 这一切究竟该怪谁呢 田叔也不知道了 这晚田叔再次梦见田儿子 其实在田儿子眼中 田叔才是家里的国王 他们无论做什么事 都得按照田叔的要求来 田叔但凡有点不涮心 就会立刻火冒三丈 所以大家都在看田叔的脸色生活 一番话点醒田叔 田叔这才明白 自己对儿女们一无所知 看来该学会理解孩子们了 他能这样想 田婶非常开心 邀请美香夫妇来家里吃饭 那件事就这样过去吧 不久后 美香的孩子出生 美香成为一个 她是稳重的母亲 想必也能体谅 为人父母的艰辛 真相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 我记得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